關不關 瞎子 瞎子剛才也沒人用啊 但是咕咕上了呀 欸 是 你說他玩的很好 艾爾利亞 先把艾爾利亞搬了邪惡小法師 邀法師正回 刺客都還在 刺客法師都還在 我覺得誰攔不住浩克英雄是 那我覺得與其這樣你要不把西威爾搬了吧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少俠既然定頭不定 你還是把西威爾搬了吧 怎麼樣 他的精英最棒今天第一場都還沒斷呢 對啊 人家馬上就要把你所有前全贏走 哎呦 搬了那 奇怪 我就可以自己搶 還是說不是的時候搶 要不要搬卡雷斯塔 看一下第三手 黃姬還是卡雷斯塔 雷克賽 這個是無關痛癌的搬人 那利桑卓放出來了 沙爾時期先拿到利桑卓 但這個利桑卓如果選的話 有可能給周走 導播特意給了妹子 就讓我們多欣賞機眼吧 哎 瘋女 瘋女 不過我覺得最近一場的還是今天那個 那個 露露找不到的那一次 啊露露找不到了 在最後 韓國人在選 選腳 最後拿到以後 臉上露出了非常激動 以及幸福的表情 是的 這樣先拿瘋女的話 這個 最近拿瘋女的比較少 之前 就這樣利桑卓就讓給對面了 然後 哎 不是 這個 這個鬥一下吧 這個 這個也不太可能 哎 奧拉夫有可能 各種 大發碼 卡雷斯塔有可能 奧拉夫有可能 3 3 3 出不出 出不出 但中單雖然是周周打的 之前 你剛說鎖掉 魔藤NOC嗎 那這樣的話 咕咕咕咕就也要向我們展示一下 他有英雄俠 我有這個 大瀑布 好 盲森 肯定還是盲森了 我覺得 是 這畢竟是咕咕咕 哎 盲森吶 哎 九州 P應該是沒有忽略到 他盲森很厲害 應該是先拿下路 我覺得 就這邊是先鎖一個 AD 然後 再鎖一個別的位置 不一定要先把中路掏出來 蛇女 維克多 打野皇子先拿 維克多 我們要知道在LSPL的賽場上 有另一位維克多玩得非常好的選手 就是WA的浩凱 之前英雄俠人稱為國服第一維克多 誒 說曹曹曹 就到 大童子出現了 剛剛說有沒有中單柯加斯 那這樣我覺得小魚人的上場機率 無形之中又下降了一些 但是 看一看我的 金玉良言是不是能說中 不過誰要打柯加斯 你記得以前 以前我玩中路的時候 我有 我 我玩拉克斯 然後對面 蟲子 還在細血 然後我打他不通不然 他又來打我 正快瘋了 其實蟲子也是這個版本比較難應對的角色之一殺手時期的雅索 今天就是大爆冷門嗎 哈哈 啊 沒有 上單柯加斯嗎 在鬥吧 卡薩丁 瑟拉斯 可能要打上單柯加斯這樣 煙霧彈嗎 嗯 怎麼辦呢 他現在很猶豫 因為狐狸還放在外面 淋亂的 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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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的選手鎖 我認為他一定是中單雅索 但這1%就是殺手時期的上單雅 等一下 這個一大絲 等一下這個一大絲 中單劍勝打蟲子 因為劍勝的E技能是真實傷害 你蟲子就算有護甲我也能打得動你 哇 這場比賽一定異常精彩 咱們趕緊進入第二場比賽 這個有三個英雄是我們平常不會看到 好 我們馬上來進入比賽 好 歡迎回來 2015年英雄聯盟獎金聯賽 今天的最後一場比賽哦 哇 現在這是P1在 紫色方 OMD在 藍色方 你可以看到這場比賽有三個英雄 非常不常見 我覺得 這場比賽應該算是在 年後今天一整天比賽中 從選人方面最為精彩的一場比賽 這下 就像劍查出體彈到最後才讓人家感覺到真驚喜 哎 凌亂這邊E技學個E吧 閃西 已經學Q了呀 這手太快了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作為Easyware這種英雄 你沒必要點技能啊 就你看到對面來了 學個E什麼的不就完了嗎 是啊 不過可能就是 因為他可能很想要出來Easy 所以就點Q 他可能是開始先拿Q碳了草叢 哎 有可能 這樣 中丹剑聖這個英雄 說實話在國服也有很多人玩 中丹剑聖打大蟲子 他的優勢就低 他推現比較快 然後第二我也說了 他在面對大蟲子的時候 他的E技能開起來 這真實傷害 可以把大蟲子砍得很痛 哎 不過你再來看一下好了 你介紹一下 為什麼九州會選這個英雄 還有十七為什麼會選這個英雄 十七選這個英雄 我覺得沒什麼多說的了 因為 招牌英雄嘛 就跟你不要問我 為什麼Frogant要拿鳳凰是一樣的 有這麼代表性 招牌英雄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了呀 LPL上 上個賽季 百分之九十九的雅索拿出來打中單 只有百分之一打上單 這個百分之一就是殺手石器 他之前在經濟落差一萬多的情況下 還逆轉勝 就是我覺得 之前在 等馬西亞杯上 上二十七拿過一把雅索 我印象很深 他前期被抓爆了 九級雅索 追著十一級露露 滿街殺 不過他在那邊放一點 是想要偷石頭 不過我們兩個一直拉到那邊去 有一點過分 一級沒學技能 只要來到線上 我覺得我們要把更多的木幫 集中在中 跟上兩路 一級學E 雖然 露了兩隻兵器 雖然踏前斬 在幾個版本之前經過嚴重削弱 現在的疊加傷害 已經遠遠不如以前了 但是這並不能改變 它是雅索機動性 最主要的來源 以及在線上最為主要的消耗能力 建設到二級 學起E技能 柯加斯回進一個沉默 不過這個 我覺得柯加斯現在就是 也是可肉可輸出的類型 像在那個 極力大亂鬥哈出那個 好強 好痛啊 IP的柯加斯 直接抓中 來了來了 Hawk這邊的話 又是EQ閃現 漂亮 這個一定是他練過的 噢 夢這兩個EQ閃現好潮啊 這一定是他練過的 而且剛才這個Hawk這邊是 沒有用Q選擇去躲閃現 是因為沒有人Q去躲這個EQ閃現 沒反應過來 根本沒反應過來 不是你知道同一個人被套路兩次 會很生氣 但很帥 這下確實很帥 真的很帥 但是浩克會很生氣 不過我覺得他現在血量有點危險 然後學了 上路過來 上路過來17 塔前斬已經斬到了Memory身上 這一波的話 反向過去EQ 但是被閃現起來 再一下平A 收掉E選 哇 上來的話 是 夢向大家證明 我的皇子 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 欸我覺得這個皇子 以後可以跟他搶了 或是 靖依是說不上來 不可以跟他搶皇子 因為他這個閃現 BQ真的不錯 看一下這一下的話 剛才幫了一波 Hawk這邊Q過來 被沉默 沒A出去 其實劍盛在單線對線 還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 疊雙刀 就是劍盛的被動 每A3下第4下回A2下 然後你在有這個被動的時候 Q到別人身上A他一下 欸 是 不過以前那個有AP健身的時候 又再說起緣故以前 對 那個AP健身也是不要太惡心啊 夢又來了 這一波繞過來 完全沒有被發現 完全沒有敲敲的 健身剛才交過Q了 EQ 哎呦 沒穿起來 這個沒有閃現的時候 就比較普通了 有點著急了這一波 在嘲諷 太壞了 你們的技術太爛了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我真的學劍盛嘲諷就是這樣 雨衣嗎 對 劍盛嘲諷就是劍盛在遊戲嘲諷就是這樣 不過他賴線也是可以耶 喔 這邊紅buff的 這個火焰燃燃燒效果 Bug了 好像劍盛穿了日言一樣 我的天 這邊同時都過來了 瞧瞧了 鐵燈籠先Q上去 閃現漂亮這一勾 喔 Mandy這個勾亮眼 真的亮眼 剛才應該是在上一局聽到了大魚說 他上一局勾的實在是 差強能力 敢不忍睹 結果這一局 馬上為自己洗刷圓區 對 預判勾閃現的位置 這個很nice欸 剛才那個勾 其實還蠻極限的 因為你知道純實勾 其實判定 說到不大 說小不小 就是有時候你覺得那個勾 不會中的時候 他最後判定是算有 是的 哇我覺得 導播今天很開心 真的 因為今天有這麼多精彩的鏡頭 導播可以簡稱 這個highlight 就是那個精彩奇景 是 哇 我覺得最喜歡的就是 夢的EQ產線 對 剛才那一下 確實很帥 我真的覺得這個 就像對他來說 就家常便飯的 欸 17這邊窩在草裡 17回家以後雙多藍鍵 轉一個短鍵 這好兇啊 Q到在意上來打一套 回身封牆 防止你有可能再過來的消耗 不是 但是我主要瘋牆是在想說 可不可以擋住他回家 這不太可能 哈哈 試試看不用錢 看一下17這一波 我覺得 立桑桌再不走要危險啊 黃子爺慢慢的游移過來 看起來是最 沒有了沒有了 Hawk這邊的話 其實 劍神中他還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他能夠比較好的刷野 現在叫刷四鳥 以前叫刷四鬼 對 還是對這種改動有點不習慣 關鍵四鳥現在太強了 原來四鬼很弱的 憑什麼四個那麼弱的野怪 變成現在四個那麼強的東西 不同時代的慘物 開大招直接上 黃子應該就在側邊 在賣 Q躲Q 但是黃子 一Q挑起來 沒有 這個大招還是有點猥瑣啊 關鍵是剛才這個 Hawk用Q躲了Q 是 但這波的話也好 把對面的大招逼出來了 不過我覺得 黃子好像花了蠻多心靈 沒有殺到Hawk 也是很讓人生氣耶 但這樣Hawk也挺煩的我覺得 就是一直被針對 就很討厭啊 誰叫你上把妖姬那麼跳 十七回家以後出了狂熱 黃叉 壓了力喪中將近20個刀了 這個也是要先出電刀的節奏吧 雖然電刀已經有被稍微改動 現在是紅叉比較強一點 這一波的話 GucciG 以及 Amazing 都在往上路趕來 十七全然不知啊 三個人耶 這個就看Memory的演技了 但是如果Memory沒6的話 這一波十七有可能秀起來 有 踢回去 踢到 再往回E 有風閃現 風牆擋一下勾 吹大招過去 再往回E 還是被Q到了 沒有辦法 三人 成虎 還是抵擋不了的 其實剛才 我覺得十七可以再往下跑 然後給一個風牆去擋 錘石可能過來的勾 然後再一錘石做跳板試一試 但確實三人之中 逃命還是有點難 畢竟三個人就是一副要來殺你的樣子 這邊反倒是啾啾在逃跑 對 這一局的話 兩邊的輔助 Amazing是選擇頻頻 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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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黃子 跟 沒閃 Q一下 平A 有機會嗎 沒有 A不到了 這樣的話成劍勾到 漂亮 垂石已經變一個人了 超級 戴爾人變身了 哇 這一波的話 黃子一顆過去大招蓋住 結果傷害稍微欠了一點 而且這一局我感覺蜂女 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必要跟 凌亂在下路死守 他好像可以去遊走一下 對 因為現在Amazing在前期已經為自己的 隊友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不過我真的還是要再說一下垂石 他這場真的變一個人 目前是百發百中 但又回到剛剛 立桑中被擊殺這個點 我覺得他自己有點太貪心了 就是留在線上太久 沒有視野 黃子過來 就直接打你的 不要不要的 我剛才立桑中沒死啊 有啊 他不是 那是第一波 等一下我在夢遊 對不起 我像各位 直接 我剛才你知道 你說我傻了 你知道嗎 你沒覺得你說我沉默了一下 等一下我在夢遊 我在夢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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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拍死啊 這邊的話 谷吉吉也是來到了上路 石七身上有風 草里有眼 谷吉吉默眼過來踢回來 但是石七大招大騎兩人 顧吉吉這個神龍慢慢踢開 翼過來 封牆擋住寒冰之路 但是 沒辦法 沒辦法 哇 這一局石七 我覺得現在已經很盡力了 但是卻 沒有得到太多隊友的支援 而下路打起來這一波的話 是殺掉了錘石 小龍有沒有機會 有他們要去吃小龍 看到信號燈了 這個時候也沒有人能阻止他們了 我們現在那麼遠的家裡 這樣的話 P1應該是能夠 憑藉這一波下路 擊殺掉錘石之後 拿掉本場比賽的第一條小龍 石七這邊是傳送到了 河道眼過來 寒冰墳墓給到 往側面E 這個傳送稍微有一點點著急了 應該是石七被抓得稍微有點難過了已經 但萬幸就是隊友在這段時間內 成功的把小龍拿到了 是的 拿到了一條小龍 還是 欸 欸 怎麼樣 沒機 沒膜 沒散線 大招 但是留不住他 欸 勾燈籠過來 深寒懲戒 回身深寒懲戒 但是反應回來 往兵線裡走 但是依然被GG踹死 GG這一局比賽非常的是401啊 盲森發威了 就叫你們不敬盲森 我剛才也在考慮 我說要不要把GG這隻盲森搬掉 包括我也提到這一點 但是總感覺 哎呀 確實OMD這隻隊伍比較可怕的地方就是 無論首發隊員還是替補隊員 都有比較深的英雄池 同時他們 在全隊的整體上也很難讓你利用 搬席來向他們限制住 是的 現在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JoJo在前期的線上發育還可以 這波回家看一下拿什麼第一件裝備 他剛買了一個爆裂魔法 有可能是要出時光 果然時光直接拿在手中 11分鐘時光很順了已經 是啊這個11分鐘時光 這不要太順了 我們剛剛不是才討論說12分鐘 13分鐘 這是一個裸時光 就是不出任何別的東西的情況下 呃 但是這個對於OMD來說 就是一種惡夢 科加斯 關鍵看他能不能吃起來一會 對啦 吃起來就是必須要維持就不能死掉 就維持自己變態 但還好這個版本蟲子大招吃死以後 我現在會有一半的這個冷卻縮減 所以說還可以吧 不像原來那樣就是你 很擔心你這波吃完下一波團戰沒大招了 欸我問你喔他那個吃的 呃就是 真實傷害 呃我 算了 等我想起來的時候我在問 就是他這個吃其實 呃你看 他吃個車 非常的貪心 吃個大的 不過馬上就讓我人來打你 回聲Q起來垂石彈撞大招了 要被勾了 哎呦勾到了 這波沒機會了 這個就是我說的 劍聖的E技能一開 真實傷害打在你身上是不講道理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玩家在打路人局的時候 覺得劍聖如此變態 就是因為他的E技能開完以後真實傷害 無視你的很多護甲和這個別的防禦道具 尤其是他人頭起來 如果真的玩得好 就是等隊友都 都打得差不多殘血進去收割 就是玩得好的劍聖 第一是殘血收割 第二是他會利用Q技能 躲掉很多團戰中的關鍵性技能 是我覺得這很考驗反應欸 之前我有一局 碰到一個玩得非常好的劍聖 我們這邊有一個卡牌 然後那個劍聖的Q技能 百分之百多卡牌黃牌 好強 只要切黃牌往回扔 哪怕貼臉他也能用Q擋著 好強這個反應過人 因為我覺得 常常其實很多玩家都很 很有那種秀心 你不過這邊會被被EQ呢 反應好快啊 這個其實早有心理準備了 欸 又被蓋個大招你 閃現嗎 直接死了欸 剛剛那個閃現是盲聖交的 雅索過來摸眼 不過剛才盲聖為什麼要叫那個閃現 他剛剛是近距離閃現欸 我感覺他是想閃過來把黃死踢開 然後閃過來發現大招沒CD 他剛才大招還沒CD 結果冰雨就這樣 或是閃過來幫一下利桑中 總而言之就是救利桑中心切 下路月塔被擊殺 其實 剛才那個位置利桑中反應確實很快 因為河道處是沒眼的 他就是有意識到有人可能要來抓他 我覺得這個 你就算意識到你都不一定反應得過來 這個反應真的很快 因為那個一定是Auto R或是 對一般都是自動R 一般都是R不選定目標選R自己 那就是要按Auto才有辦法 沒有你可以調的 可以在施法裡面調成 默認自動對自己施法 就是當你的鼠標沒有敵方的時候 沒有選到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容易按錯 因為如果你在團戰的時候沒有按好 就是你鼠標空目標的話 你就變對自己放這樣超尷尬欸 就這個需要習慣嘛 我原來有一個朋友打天使 他的W跟R全是這樣 找全部真的預設對自己施法 對對對 這也是不錯的想法 因為我自己是習慣用Auto去對自己施法 雅索的話14分鐘電刀拿出來了 現在對於PE來說經濟還是有一些落後 主要是前期Amazing這幾波Gunk做得非常不錯 中上路都有被針對反應 但是下路還好 兩個AT都是1111 然後製兵的部分也是差不多 這邊柯加斯首先出了明朗之靴 然後劍勝做了破壞王者之刃 他先出破壞 也是不給柯加斯活路啊 這是一個比較主流的打法倒是 因為劍勝 破壞對劍勝的提升其實很高 你說吸一口 然後還有那個百分之的傷害還有吸血嗎 主要是 對 就他第一是吃普攻嘛 然後第二是 唉呦這邊又開始嘲諷 可是我覺得等到劍勝出一個無盡的時候 真的是不給人活了 中端劍勝一般不太會出無盡 唉 交Q了 登陆點到 唉呦 唉那個太硬霸了 而且李桑卓傳送過來又勾到了Amazing 第二場的勾實在是太漂亮了 風女大招吹並沒有吹開太多人 狂風崛起斬斬下來 劍勝又Q躲開了亞索的傷害 哇 反而是殺手時期這波技場 沒能斬獲任何毅力人頭 Hawk這一下 在啞索大招落地的一瞬間交Q 把大招傷害規避掉了一部分 這個也是 我已經看到目瞪口袋了 我輸不出話來 小龍要出了 嗯 感覺要路 小龍的話 兩邊的裝備 三項對上一個魔宗跟耀光 感覺飛機裝備稍微占優一點 打掉你四鬼 點刀路再過來 唉不過剛才那個 垂石燈種很精銳耶 關鍵是利桑卓同時傳送 而且 Amazing再次勾到了 JoJo 這一局Amazing的神勾 真的是那種神勾 跟剛剛潘若良人 未完畢打開了很多局面啊 對的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柯加斯吃的太大 比較好勾到 知道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嗎 一定的問題 知道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嗎 怎麼樣 胖子是沒有前途的 哈哈你不要這樣 給低一點鼓勵跟活路好嗎 沒有 最近剛剛過完年是吧 每逢佳節胖好幾斤 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們 注意保持自己的體型啊 畢竟胖子是沒有前途的 遊戲玩多了還是要去運動一下的 好開玩笑了 其實我是覺得 甭管胖不胖 只要身體健康 其實怎麼都好說 是 不過因為遊戲玩久 也是坐在那邊嘛 還是需要適當的伸展身心 對 就大家還是要注意鍛鍊 注意運動 遊戲是最近馬上開春了 這個感冒的情況 也會越來越嚴重 你多鍛鍊的話 會對自己的身體 有一個比較好的鍛鍊 但是這個時候 健身有想要繞下來嗎 喔 我走位躲一Q 躲開以後回身反應 給自己登陋這個位置的話 感覺要被秒錘 是還沒死嗎 還沒有死 蝦子過來一腳踢開 垂石 喔這個傷害差一點 最後被收掉了 垂石被收掉了 沒有藍了沒有藍了 沒有藍了 藍色飾品照一下 蝦子摸眼過來 提供視野 閃現 深寒懲戒道 回身 Q到 Q過來 鍵盛 完了 這波鍵盛要收割了 他就是放心的打瘋女 然後想辦法去追 雅索 高原血統的鍵盛 直接交閃現 對不起我笑得有點大聲 等一下 時期真的像看到鬼一樣 沒有辦法 剛才劍盛的大招是在擊殺或者獲得助攻以後 持續時間會增加4秒 而高原血統提供的加速又太強 時期剛才不閃的話 就算跑上高地 有高原血統的劍盛不會受到減速的影響 高地塔沒法減速他 可是剛才 如果他被Q到就會死掉 所以他閃現了 走位 躲開 Q回身對A 這一勾再次勾到 不敢上了 再過去要被吃掉了 客家是吃CD了 他真的很想去吃別的東西 感覺是吃冰了 對 因為又大了一號 這個造型 這個大小還蠻好看的 這個皮膚大起來很帥 這個戰地機甲這個皮膚 但是我想要NOC也是有一個類似的 紅黑的那個 戰地機甲皮膚現在在遊戲裡應該有這麼幾個 這個科加斯有一個 然後那個誰 大嘴 大嘴有一個 大嘴有嗎 NOC那個不是戰地機甲 NOC那個是跟 雷克賽一個系列的 叫上古 上古什麼魔藤 我知道你說的那個 就是金屬的那個 對 然後全金屬狂潮的皮膚也還有幾個 就這個 戰地機甲其實就是大嘴跟 他還有一個維克斯 就是那個大眼 大眼 眼睛 有這個嗎 有一個戰地機甲 他出的時候那個皮膚就是放火箭的那個 好的吧 那我們回去再研究一下 又是一隻小兵 可是感覺怎麼沒有太大 我想要看露露放他大嘴 然後他又喝那個金鑰 金链 那個體勁增加的金鑰 其實這個遊戲裡 最大的兩個英雄 一個就是這個科加斯 還有一個就是撐到超高血量的那個扎克 是 是 不過我現在為什麼 不知道是我肚子餓了還是 為什麼你連想到小龍蝦 大龍蝦 從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其實他不是小龍蝦 你知道他是什麼嗎 什麼 皮皮蝦 知道皮皮蝦是什麼 不知道 CC蝦 可能聽起來超好笑的 皮皮蝦嘛 皮皮蝦嘛 這跟他長得超級像 之前有一個朋友回來說 我最近特別愛玩皮皮蝦 啊 原來是在說他 皮皮蝦是什麼東西啊 就那個就那個 能吃能變大的那個 我瘋了 這個抽到也是可以啊 欸 風牆 但是一刻過來一刻閃現挑飛機 雅索接打飛機要被秒 回身閃現 那邊山芋之龍給上利桑拙 異技能沒能進場 但是雅索跟皇子已經殘血 劍身過來無情收割 先收雅索 再收對面的瘋女 這樣的話是一波零換三 等一下被噴著一個不敢去 閃現一回身 柯加斯被留下 最後換個PG 閃現一Q 再雙刀A出來 W點刀了 回去沒有死 哇這太極限了 這個應該是今天的Top5 哇這一波 我覺得 我覺得MUN的EQ閃現已經 用了爐火純青了 說真的 是 他不光是GUNTER能用 他團戰的時候也能找到只有EQ閃現 但是 他有一點一意孤行了 剛才那種情況 明顯飛機有閃現 有W的情況下 就像你拿那些技能去丟一點 沒有一樣 他就有 他就有一個技能可以脫草 我想睡覺了 別叫了別叫了 別叫了別叫了 這樣的話 中路的防衛塔被推掉 好了我感覺實際實測的PG其實應該是蠻順重的 所以才導致說剛剛MUN才有一點這麼一意孤行 這樣一萬多的經濟差距又是二十分 上一場的經濟差距在PG還要大一點 這個中端技還剩現在的裝備 五零三的數據 然後盲身六零七 A D五二二 然後經濟一落差大一點一萬塊 難打了 我來了我來了 看他是不是紅搶了 大衝龍就沒閃 大衝龍就沒閃 怎麼辦呢這邊 先升漢懲戒 風箱打Q 可以的 好 不過小龍快出了 下面打起來了 直接開大招高原系統摳上去 阿爾法突襲 被吃了 但利桑卓進場 先收EZ大招大給自己 飛機的位置很差 利桑卓給金身飛機也被秒間亞索 這波傳送很及時 給個燈籠 沒能點到利桑卓點到了 但盲身在中路偷塔 拜拜 最後是一個二換二 不過中路的水晶又不保 其實我覺得對於上小時期來說 心中還是有一些難受的 作為自己的成名英雄 吹回去 踢回來 繼續偷 臨死以前也要把水晶 哎 踢錯人了吧 他 有個燈籠 哇 Amazing這一場感覺無處不待 對啊 而且他的幾個Q真的是讓我 對他前一場的改觀 這邊 太調皮了 顧著GG OMD這支隊伍在 上一週的比賽中啊 跟這週的比賽其實 就都有一些會挑釁對手 和嘲諷對手的這個表現出現啊 無論是這個遊戲內還是贏 在賽場上 我覺得其實沒必要 真的 嗯 我覺得畢竟 呃一個 玩家還是需要有一些運動精神 有一些風度 主要是這樣 就是 哇 怎麼說 欸 這什麼意思啊兄弟 這個把都沒點到 我擦 你還打不溜 打不溜強 我是覺得 是吧 大家 同樣 都是職業拳手 然後都很不容易嘛 就是為了自己的夢想 或目標來努力啊 對 就算你們沒有太多的私交 也至少 息息相心嘛 沒有必要去嘲諷人家 嗯 出不了啊 這一波在大龍處 給個燈籠拉回來 欸欸欸 殺了殺 媽的叫你殺我 跑 跑 抓回去 看一下摸眼過來 身寒懲戒Q到走位踢回來 太大了 身材太笨重 人頭被9769收掉了 哇那傷害爆表 這邊阿丁零不給到殺火時機 殺火時機大招大起來了 但是 沒能阻止劍線 很好收割 啊沒辦法 劍線現在就像一條瘋狗一樣 瘋狂的輸出 還有一個瘋女 這樣的話高原血統的加速 以及飛機過來人頭 好比一刀爆擊劈出來 配合飛機 好那可以看到現在是一個團滅 不過應該是能直接GG了吧 啊 復活時間太短了 不是 直接打大龍了 打得有用 好的 這樣的話大龍直接被OMD拿掉 比賽期一到24分鐘 而且 家裡的話超級兵已經緊急到了P的樹紐房 一下 周周還是出來再吃掉一個兵 從裝備上來講 周周現在只有金身加上時光法杖 而Hawk這一波回家以後 我估計還能更新出一把電刀以及更多的一些裝備 這邊Hawk可能是要出紅叉了 沒錯 因為剛才我看到黃叉完了多了一把短劍 他可能要出紅叉了 是的 可是你看 他現在真的沒有人能攔住他 因為 呃整個PE他們並沒有一個 控制技能 可以去直接的控制 健身 其實我覺得從 就是PE戰隊來講 本場比賽的勝負可能對他們來說 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就是我覺得 就是現在來看這個局勢對他們來說很難贏了 但是 一定要 擺正自己的心態 我覺得 對於現在來說 就是在心態上最難受的 其實應該就是 沙爾石器跟周周兩個人 就他們兩個 原來是 在LPL賽場上 打過中國最頂尖聯賽 同時 比如說他們 哎 這邊 石器被勾到 隔牆意義下 給個封牆 就是他們可能很少會遇到這種 被對面壓著喘不過來氣打的這種情況 是的 今天對他們來說也是很 艱難的一個賽季吧 希望他們能夠 留在PE挺住 為PE帶來新的希望的同時 將PE的成績打上去 那眼看著這些塔也是逐漸的被摸掉 我覺得他們也是 哎 不過這次直接上來了 打招進去不講道理 直接看W再閃現回來 這一波進場被打得很痛 高地防衛塔 還是不能隨便越的呀 這邊風女開大雙吹開對面 先收掉了垂石 但是GG已經超神 哇 這個傷害好高啊 GG這邊是有一個輕語的殘暴之力在身上 這時候EZ的輸出顯得蠻薄弱 你看這邊 哎呀 因為AZ GOGOGO 來 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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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妹 啊 啊 啊 傻屁啊 兩位 踢到 你還按我 出進去這樣我覺得 我覺得 真的沒什麼必要 說真的 但是 黃子出來天崩地鐵坐一下被收掉 那我們恭喜OMD戰隊 在經歷了兩場比賽之後 取得2比0的成績 獲得了 本輪比賽的勝利同時也鞏固了自己小組第一的位置